比较重要的第一个 一定要先产生 如果你要统计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有那个栏位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 你要数的分析表是绝对行不通的 它不可能说自动帮你产生那个栏位 所以第一点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 你把它变出来 如果你要变出来的话 一定要用对的函数 像这个level 比较简单 这个mid 比较简单 比较难的是这一个 如果你有对应的栏位之后的话 你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产生对应的资料 那存有分析表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它拖拉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对应到我们要的图形 这样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 最后如果我今天希望加快速度 假设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 那我希望 不要明天又再来一次 后天再来一次 那我如果希望可以在旁边增加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那当然一般最简单的清除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公式 公式把它输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式输出好了 其实这个也有点复习 前面都有做过了 只是说你会发现这一串 要把它放在VBA里面 而且没有放错 那可能要细节注意 不过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大家要注意一下 有哪些可能要注意的 那我们第一步一样 开发人员要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 把VBA把它打开 那里面的话就把程式 把它输入上就OK了 那当然程式输入在哪里呢 第一个 我先把这个 重来一下 一样 这个我先移除 所以你打开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把这个VBA先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然后呢 打开VBA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按右键插入什么 模组 OK 第三步如果字太小 工具选项 读写风格 把它改一下 自然 然后呢 如果我希望有三个按钮 所以需要有三个SUB 这样就OK了 不用记太多 这些就够了 我发现我讲太多 有的同学记不起来 每次都忘记 老师 从哪边开始 然后还有同学更夸张 写错地方 所以后来一直强调模组模组 反正一写这里就好了 有同学给他这样点两下 这边一直摆 给他写在这里 乱也可以乱 可是问题 最后会发生问题 为什么 你如果写在这里的话 变成说 你在这边乱OK 但是别的地方乱 可能你的权限如果不够 我可以没办法找到那个SUB 所以建议还是写在模组 它是 等于是一个共用区 其他地方你又不要乱点就好了 OK 我们一样 就要打开模组 然后打个SUB 反正步骤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尽量就不要 一下讲太多方法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怎么写 还记得吧 范围先给他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要从这边一直到最下面 所以 for i 等于 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几个方法 之前我是跟各位讲说 Ctrl向下 3 3,2,1 对不对 你可以在那边打3,3,2,1 可是 将来有一种状况 如果是要变多的话怎么办 那你岂不是要再来改一次吗 那不会每一次都改成一次 所以有一个方法一定要记下来 就是把它改成向下追踪 不过向下追踪通常是追踪这个什么 编号的地方 因为编号比较不会说像有些地方没有资料 它会中断 那这个Ctrl向下 指的就是 自动追踪到这个范围的最下 最下一列 那我刚刚是Ctrl向下 就是追踪 Ctrl向上就是移到 Ctrl向左 向右 它会移到这个范围的上下左右 那这个对应到的程式就这样 我游标放在哪一个储存格呢 我游标放在A1 所以你要打一个range 那个出生格叫A1 那我如果要Ctrl向下的话 Ctrl键按住有点像end 然后刮斧 所以你就打一个end 刮斧的话 它会出现你要哪个方向 所以你按Ctrl键有点像end 然后后面刮斧就是你要哪个方向追踪 我要向下追踪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让你选 然后你要向下 Excel down 后刮斧 那你向下追踪之后呢 你要得到什么东西 放在这里 其实我就是要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列号 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怎么丢到这边来 很简单 你再利用一个属性 叫做点Raw Raw的话就是列的意思 有没有 这个点Raw的话就是一个属性 其实白话意思就是资料 就是把那个资料帮你带过来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图画的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一只手拿资料 意思是说 这只手帮你去这边 把这个资料取过来 什么资料 这个资料帮你取到这里来的意思 这个术语叫做属性 属性 可是其实讲属性有的东西 就是突然会转不过来 反正白话意思就是把资料带过来的意思 里面就放资料 放什么资料 3321丢过来 好 那这个的话是活的 也就是说 这个应该把它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从Range A1 记得以后呢 你这个最好是常常打 点E N D 用选的比较不会错 点两下 然后钱刮弧 用选的 XL Down 记得最好不要自己打 因为这有同意打X 应该是L 他打成E 那就错了 看起来是一样 可是结果一定是错 点弱 取得他的列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公式丢进去 丢哪里呢 丢两个蓝位 第一个蓝位是什么 F蓝 第二个蓝位是G蓝 所以我们一样打个Sales 刮弧 然后第I列的F蓝 等于 先打什么 两个双以后 那一样下一行的话 一样就是Ctrl C 这边的话就G OK 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清除嘛 所以这个写完之后你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底下 这边改成清除 所以清除就写完了 那可是 公式部分的话怎么怎么写 其实就是把这个公式贴过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的话 这个里面有没有双的吗 没有嘛 所以这比较简单 取消一下 复制完取消 然后再贴到这个F里面 把这个H2的2改成I 还记得吧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再加个I 然后呢 把M的空格 这个第一个OK 第二个比较麻烦 这个哇 这一串 那这里的话 比较麻烦的地方 其实主要是什么 双引号要变两个 然后这个2 要变成那个双引号 所以其实这个2也可以用取代的 怎么做 我们第一个先把这边复制一下 其实只要不要做错 很多事情就很快 但是就怕说 你只要有个细节没注意到的话 那后面当然就错了 所以第一个贴过来 我习惯是把格式自动换行 让它换行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 当然就是 编辑的取代 一个变两个 全部取代 好 这个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应该是 看一下是H2 H2 所以哦 理论上H2的部分 全部都变成什么 这样 所以哦 2如果你不会 你可以先在这边 2选起来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M的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个I 然后 把它控格 也就是说 以后面的H2 全部变成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 拿这个H2 Ctrl H Ctrl H就有取代 然后把这个 把它贴到这边来 变成这个 H一直到 后双引号的位置 贴到这边来 应该看得懂意思吧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比较快 而且比较不会错 可是还是要确认一下 因为 只要有一些细节没注意到 就是 大问题了 我可以全部取代一下 好 这样OK的取代 然后再来就可以 把它复制 贴到公式里面 这边取代一下 这边取消 不然它跳不回VBA 特别主要你游标如果在这里 你这边点不过去 一定要取消 才能够点回去 把刚刚那一串 贴上去 好 不过 应该还蛮长的 这个应该到那边去的 先不管好了 反正没有错误 我们就先让一下 再来的话 就执行看看 清除 也有了 不过你会发现 清除清很久 OK 然后 丢 公式 有了 有没有错 看起来好像没错 OK 那表示 恭喜你 也就是说 未来 你不止两栏 你假如三栏、四栏、五栏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全部一次完成 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完成 入皆道公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最后完成的画面 在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也有 我看一下那个程式 我把它放在 这个第几页呢 这边就有 第13页的地方 这个公式好像是旧的 好像差一一览 所以我再重贴一下 不得来 我可以用来 好 哎 我可以用来